音乐教父李宗盛来槟城 李宗盛大哥这次来马 主要是参与E7V一系列的推荐和造势活动 以行动支持E7V的诞生 来到槟城 李大哥直奔到寒江学院 见证E7V与寒江电视新闻中心签署合作仪式 大马是我的音乐第二故乡 我在过去二十年当中来了好多好多次 我自己的音乐的作品有很大的一部分 是跟大马的音乐人合作 同时也是在这里完成 在华人的文化圈里 能够把大家在大马 期待生活的经验 带回所有的华人去 让他们一起来分享 我觉得你们的生活的经验跟学习是 所有华人都愿意跟你们分享的 有李大哥的见证和祝福 E7V与寒江电视新闻中心的合作 肯定会顺风顺水的啦 音乐大师清理寒江学院 学生们又怎么能够错过 这个难得的机会 请大哥为他们指点迷津呢 大家应该知道流行歌 其实往深处来看 它是反映一个社会最有利的一项工具 基本上你可以从那个流行歌当中去 如果你够敏感的话 你会知道哪些话题 在哪些社会 哪些地区是不能说的 在哪些地区又特别有意思的 区区15分钟的交流哪里足够 没关系 当天晚上李大哥也在寒江学院礼堂 与光华日报总编辑胡锦昌 以及时事评论人唐南发 一起给大马音乐文化新点资 现在将来的最后决定的战场 绝对不是在台湾啦 现在还是先到台湾出唱片包装包装 卖钱回来依景荣归 将来不是的 将来的决战的地方 在大陆有各式各样不一样的音乐形式 他们都是你们本地创作人的挑战者 当天晚上冰城著名的音乐团体 李大游子盈以及北宫站 也在现场表演两首本体创作 让李大哥指教指教 每一个歌都有它的社会意义 今天不要讲得太深 如果说创作没有那么简单 它是你学问 它有技术 它有人教 它有人担 它不是灵感 它跟你有多少钱的路易式 没有关系 其中一共有一两家 有很世界级的路易式 你已经找到了 无杀骨源 最最最重要的 还是我们的脑体 第二次来到槟城的李大哥 上次来的时候来去匆匆 没有机会好好地体会槟城 这一次 他总于有机会认真地看看 槟城最够力的一面 从来没有吃过榴莲的李大哥 久闻槟城的榴莲道迷 但只闻其名 微见其身 第一次闻到是吧 没有很差 感觉怎么样 没有很差 感觉其实没有很差 想要吃一口吗 拿刀吗 吃榴莲的第一次献给冰城 耶 这个不够烂了啊 这是很稠很黏的很甜的 这个没有臭味啊 很像起司的东西咯 有 榴莲有点像起司 对啊 然后 很稠的感觉 怎么会跟臭豆腐 不会啦 不会不会 撒一点黑胡椒 一点点葱花 你相信我 这个吃过榴莲之后 更是觉得 这个吃过榴莲之后 难得李大哥来到冰城 日落冬国会议员 外比黄玄安 也一见地主之仪 带大哥去逛一逛 冰城的椰角间 感受一下 冰城的文化气息 在午餐的时候 他会有点麻酱 如果在午餐的时候 他会有点麻酱 如果在午餐的时候 他会有点麻酱 麻酱 麻酱 麻酱是早上 早上就比较甜 下午就变味了 但是 很多中国人 如果喝这个 他们会放一瓶的糖尿 在里面 那就是 华人的喝法呢 就是把这个叶花酒 穿这个黑狗皮一起喝 比较 他会有点麻酱 他的气氛 他坚持要你尝一尝 他坚持要你尝一尝 要一看 那边再倒了 可以啊 可以 哦,会你尝尝 啊,没有,不 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到你下次见 在这里 那么在2008年7月份 7月7日 这个联合国文化当局呢 就把这个地区归纳为 这个适于世界遗产区 是哦 那么很多古老的建筑物都不能够摧毁 所以整个槟城都是世界遗产吗 只有160多个亩地 是属于这种那块地方 就是从这个码头一带 一直到那边的金头 那我们现在这边也是吗 也是属于古迹区 那么很多呢 这些遗产呢 都被国外的人投资者投资了 所以这些赤鱼鸡人就看到上级 投资 投资 把这些古老的 比如说这一间楼上楼下 对不起对不起 比如说这一间楼上楼下 要多少钱呢 这个如果是在这个地带 肯定不少过150万吧 啊 150万 这里地匹贵 那么这个 那个因为老屋嘛 它的那个长度比普通的房屋还要长 所以我刚才听过一个 就是这边的房子都很深就是了 很深了 就是了至少有75尺 OK 我们往前走吧 再看看有什么 进去的 配合 比内无高烂的开播 ETV在槟城举办了一场 冰岛人和威省人的对谈会 以轻松涌去的语言 比较 谁更加够力 那当晚呢 大哥也来凑凑热闹 充当何事了 想知道更多有关李大哥 在冰岛总透透的详细内容 别错过1GB的 冰岛无高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